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探讨我们信仰的问题 这几次的节目主题我给它定了是一个问题吧 那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你的舌头需要医治吗 你看呢 这是一个多么好听的问题啊 很值得人去研究的 你的舌头需要医治吗 那我想当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不断的思考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很多的惊讶的 但是我首先要感谢那些给我来信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你的来信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可以知道这个节目对你有什么帮助 甚至是有祝福 所以你很值得花点时间来信告诉我 你收听了活计这个节目之后 有什么打算或者有什么意见 虽然是短短的一封信 一两百个字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支持和鼓舞了 好我们话说回头 我们这几次的主题是 你的舌头需要医治吗 这是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大家的探讨一下 那让我首先指出 那让我首先指出造物主对我们头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七个孔 而七这个数目字在圣经当中是代表完全 这七孔当中有六个是三对的 也就是一对一对的有三对 我们每个人都要两只眼睛 两个耳朵和两个鼻孔 但是其余的一个出孔 那就是造物主单独留下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嘴巴了 我经常问人家 哎 有没有人希望多过一张嘴巴的呢 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有人希望有多过一张嘴的 因为我们光是要为了好好的运用这张嘴巴 就已经费上了我们九牛二虎之力了 事实上嘴巴这个出孔带给我们的问题和烦恼 比其他六个孔加起来还要多得多呀 假如我们翻开串出圣经 看一看所有跟这个出孔有关的字眼 比如说嘴巴 舌头 嘴唇 言语 说话等等的 那么你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圣经上头竟然有多么多的有关这一方面的教训呢 当然了 是有个很好的原因的 因为我们个性当中没有一个领域能够比我们的嘴巴舌头更能够直接的影响我们整个人的身心健康的 那今天我只是打算跟你分享一些经文了 这些经文都是非常强调我们的嘴和舌头的重要性的 当我们肯定了这一点之后 那跟着我们才会谈到一些应该注意的原则了 首先我要给你读出诗篇的第34篇 十一节到十三节 圣经是这么说的 众弟子啊 你们当来听我的话 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看到了吧 神向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的启示的一段话 是教导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我在一系列关于敬畏神的讲道当中也曾经给你指出过 我相信在整本圣经里头啊 没有一种的福气丰富与平安 可以比敬畏神更大的 所以当圣经教导我们要敬畏神 这就是在教导一些有无限价值与尊贵的事情了 诗人在这个地方说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 那生命与长寿 那就是两样与敬畏神 关系十分密切的事情 事实上 在圣经当中 丰盛的生命与对神的敬畏 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对神 有何等的敬畏 我们就会享受 何等真实的生命了 但是 当我们来到实际应用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了 哎呀 究竟敬畏神 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这是首先 在哪一方面彰显出来的呢 世人很清楚地在那里说了 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那么换句话说 对神的敬畏在我们生活当中 首先彰显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舌头了 如果我们可以禁止我们的舌头 不出恶言 我们的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象征那个美满的目标迈进了 就是敬畏神 并因此得享生命与长寿 这些一切都是有连带关系的 敬畏神 生命 长寿 正当地运用和控制我们的舌头 不能控制我们的舌头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享受从主里得到的真正的生命了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丰盛的生命 长寿 神的祝福 神的平安 这些一切的一切都要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好好运用我们自己的舌头 那接着我要跟你读书真言书的第十三章第三节 真言书十三章第三节这么说 敬守口的得保生命 大张嘴的必至败亡 那如果我们要保存生命的话 就要谨守我们的口 这是首先暴露的一个弱点 是敌人首先攻击的一个地方 我们如果要保护我们的生命 就要首先防卫我们的口啊 但如果我们随便的说话 我们就必定要招致灭亡了 所以这个选择是非常清楚的 一就是你要保护并且和控制你的舌头 要不就是灭亡 如果你随便乱说话 舌头失去了控制的话 不能控制你所说的一些言语 它的结局就是灭亡 那这是非常清楚的 绝对没有半点的含糊的 如果我们要得享生命 长寿 我们就要保护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控制嘴唇和舌头 假如这些一旦失去了控制的话 那么结局就是灭亡了 整本的真言书 都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原则的 我们要引另外一节 关于控制嘴巴与舌头的经文 那来看一看真言书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圣经在这个地方这么说 经手口与舌头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那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听到过呢 我们要保护的重要的范围 就是我们的口和我们的舌头啊 这个地方再次的清楚的将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了 就是好像黑与白一样的 那么清楚 没有任何灰色的地带含糊的地方 如果你保守你的口 你的舌头 灵魂生命 那么你就是安全的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结局就是灾难了 这是一个十分强烈的字眼 我相信圣经是着意要用这个字眼的 那假如我们不能谨守我们的舌头嘴唇 我们至终会招致灾难的 另外在真言有两处的经文 记载运用舌头的重要的地方 第一处是在真言书的十五章第四节 经文这么说 温良的舌是生命树 乖妙的嘴使人心碎 温良的舌 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说到舌头的医治了 这就显出我们的舌头是需要医治的 事实上 我相信每一个罪人的舌头 都是需要医治的 罪恶最经常在人生命当中 彰显的地方就是自己的舌头了 人在生活的一些方面 未必一定是会犯罪的 他可能只是在某一方面犯罪 但是我相信有一方面的生活 是每一个罪人都会犯的 有一方面的生活 是每一个罪人都需要得医治的 这就是我们的舌头了 舌头的医治是生命树 那我心里留心了 生命与正确的运用舌头的密切的关系 而乖谬的嘴 那就是生命的分裂 乖谬 也就是错用啊 错用舌头 舌头的错用 使人心碎啊 我记得曾经在一次的崇拜当中 外来的一个讲员 为某一个人带导着说说 主啊 求圣灵充满这位姐妹 但是认识那位姐妹的传道人却说 哦 主啊 不要 因为他会漏掉的 我们有很多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 会得到祝福 但却统统的从我们的舌头漏掉了 如果你要保存神的祝福 你就一定要谨守自己的嘴唇 得到神的祝福是一回事啊 你能够保存祝福 我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得到和保存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的 另一段的经文是真言书的十八章二十一节 真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 圣经这么说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这个地方的选择也是很清楚的 生命与死亡 都是在舌头的泉柄底下的 那你看呢 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运用舌头的话 这就是生命的数了 但是如果我们错误的使用自己的舌头 那结果就是灭亡 而无论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舌头吧 有一件事是应该要肯定的 我们会自食其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使我们舌头所结出来的果子 无论我们是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舌头吧 我们都是在结出一些果子来的 这些果子或是甜的或是苦的 而无论我们结出是哪一样的果子 我们都要自己把它吃下去的 这叫自食其果嘛 舌头是决定的因素了 生与死都是在舌头的泉底下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将来讨论口为心生这个话题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